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 昨天公布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事项 明确重点物资通行证发放范围申领渠道 全力保障重要生产物资运输畅通 同时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通行证制度 说今天上午8点前 辽宁高速已经恢复开通95个收费站 提醒司机朋友出行前注意信息更新 说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昨天发布辽宁省省值事业单位 2022年上半年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 共有330个岗位拟招聘工作人员594名 此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2年4月16号90至4月20号24时 报考的具体信息可以通过辽宁人士考试网查询 说日前沈阳市医保局联合市财政局 下发了关于拓宽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围的通知 政策出台之后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为参保家庭成员支付 在医保定点医院门诊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部分 说大猩猩在野外生存的寿命一般是在35岁到40岁左右 在动物园中人工饲养的大猩猩寿命能达到50岁以上 居住在德国柏林动物园的法图 是目前世界上最年长的雌性大猩猩 在法图生日这一天 动物园为他准备了蛋糕和水果 他看上去非常喜欢 法图最初在西非的野外长大 后来被一名水手带到法国 最后被送到柏林动物园